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用金氏巨震圖 去分析一下近期的恒生指數走勢 今天是2016年的8月3日 今天高位是21,822點 如果我們看看金氏巨震圖 就會在... 位置在... 21,800 就在... 這裡 今天高位在21,800點 低位是在... 21,739點 或者用其他顏色去代計 高位是在21,800點 低位是在21,700點 究竟有什麼啟示給我們呢 我們可以先回顧一下 過去的恒生指數走勢先 在... 2016年的7月26日 恒生指數呢 我們是... 最高是看到22,300點的 這個位置呢 就是在... 22,300點 就是... 在... 這個位置 就是在... 7月26日出現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再看看那天的... 低位先 那天的低位呢 就是在... 21,800點 就是在... 看... 這個位置呢 就是... 這個位置呢 就是... 今天呢 就... 出現了... 21,700點 這個... 這樣的... 低位 那... 基本上呢 就可以... 確認到呢 22,300點 這個... 7月26日發生的... 高位呢 就會... 近期的... 高位呢 就會... 那... 所以... 接下來呢 那個市呢 就是... 短期高位 見到22,300點 那就有機會呢 就繼續下市... 21,100點的 那... 就... 我們... 跨分這個位置 那... 這個位置是比較... 大機會呢 就是會出現的 那... 不排除呢 去到21,100點呢 就會有縮反彈 那... 而... 這個21,100點呢 就是一個... 我們的... 指路標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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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守不住的話呢 那... 就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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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上21,800 也是向 21,100 点进化机会比较高 今天的大致分析就到这里 谢谢